Hello, 大家好! 看下今個禮拜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你, 阿阿仔! 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劃 今日喜接受申請 會計會之前報導過 政府推出一系列補就業及創職位措施 其中有意將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計劃 又名千人計劃的受惠對象 由金融科技、Fintech 學展至金融界更多範疇,並涵渠會計計 財富局日前終於落實新措施 項目名為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劃 又稱FIRST,並宣布由今日,9月30日起接受申請 FIRST計劃專為本地金融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移設 政府預留1.8億元,協助業界創造1,500個全職工作 根據計劃,合資格雇主可就每個新全職職位 申請每月最多1萬元資助,全數用作之身,為期一年 獲資助的新職位上限為雇主現有雇員總人數的5% 每名雇主最多可為25個新增職位申請補貼 有關補貼將於新職位受聘後開始計算,並於每季中結後6至8星期內發放 合資格雇主必須是受到香港金管局、證監會或保監局監管的機構 即金局核准的受託人,或已向香港會計師工會註冊的機構 應聘者則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計劃由即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接受報名 有意者可通過計劃專屬網站提交申請 計劃由金融發展局負責執行、管理網上申請系統 審批申請及發放補貼 如有查詢,可自電或電郵了解詳情 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update下近期的CPD CP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计每新闻部编制本影片所在的资料和材料时 以着力并严谨处理其中如有错漏或因资料其后之任何变更而导致的损失 新闻部不负有任何责任,并请注意 好,今天先看到这里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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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